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够了你了 奴家福音十八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 我们是被爱 是被重视的 我认识一对夫妇 他们决定去一间养老院过圣诞节 要求远方提供 那些不会有家人来探望的独居老人监的名单 然后 他们准备了礼物栏 并且亲自将他们送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 那些老人家收到之后的回应是激动人心的 那些孤独的老人家感受到被爱而且被重视 在我的生命之中 有很多时候也都曾经感受到孤单空虚 需要保证和指引 但我知道上帝已经预备好 愿意以奇妙的方式来满足我所有的需要 我可以将我的缺乏告诉他 我可以从他那里来的无限资源 巴底迈是一个盲人 经常坐在路边黑食 耶稣经过的时候 他就大声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啊 由于他是一个乞丐 请求怜悯 可能只是简单意味着要索取金钱 但是这个特别的呼叫指向大卫的子孙 那位众人期待的尼赛亚 天使已经宣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他将会带来安息和医治 在这个老家福音从记载耶稣降身以来 第一次公开提到耶稣这个称谓 在走到最前的人就扎给这个乞丐了 不让他说话 但是这个乞丐就越叫越大声就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 跟所有尝试不让他出声的人不同 耶稣他停下来 叫着他并且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那个人就回答就说 我要看到东西 然后他就看得见了 上帝满足我们需要的美意 平安代替我们的恐惧 以他的同在代替我们的孤独 以他的丰富代替我们的缺乏 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肥拉秘书四章十九节 今天的神终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 拜拜